温道兄 他说的话我完全不同意 但是我回复的 我觉得他说的话跟蔡康永的话 我都很完全同意 我觉得他们讲的都非常对 而且非常动人 因为事实上我也一直很反对 很多今天的专利权保护的泛滥 我之所以反对这些东西 大概是我从我还在看NBA的时候开始的 因为那时候我听说过 有这么一个专业律师的团队 跟Michael Jordan讨论 帮他去专业的注册一些的知识产权 或者一些的专利 其中一个要注册的专利 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乔丹飞起来灌篮的那个姿态 他要注册他 意思就是说凡是有任何地方 你不管NBA CBA 有球员做出类似的动作 就可能在侵犯了乔丹的版权 那所以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 可是问题是 尽管二位说的那么好听 那么动人 甚至我完全赞成 仍然是在基础上面 让我很难理解 一个晶片能够同时共享 跟及时更新 70亿人所有的知识 跟讯息的话 那意味着什么 其实近乎是全知 那一个人如果近乎全知 那是个什么状态呢 波尔赫斯很有名的一篇短篇小说 里面讲到有个世界上 没有一样东西 他不记得的一个人 叫弗内斯 那那个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你如果跟他说 你还记不记得 9月19号晚上11点钟的时候 你在做什么 那么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各位 当然是参加七八说 结果他用三天三夜告诉你 马东的衣服在灯光下 反出什么样的颜色 有多少个皱褶 你会觉得他不到重点 你在讲什么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他什么都知道 什么都记得 所以他没有遗忘任何一件事 一个人不遗忘任何事 其实等于是没有知识 为什么 知识是要透过阴选 要删掉一些东西 对你而言不重要的东西 你把它排除掉 是个经济学家 看某些东西 他觉得很重要 从社会学家的角度看 他会觉得 他看到一些东西 经济学家觉得不重要的 因此有了各门学科 那假如今天所有讯息 都集中在一个人脑里面 那对他而言 什么是重要的 所以我没有正反 坦白讲 我很抱歉 我总是来坏事 我只是觉得这个事情 从原则上 逻辑上是不太可能 不成立的 对 所以发生在奇葩星球 报长已经把反方的旗帜 放下了 你还坚持吗 我觉得康永哥和 小森老师说得很好 很打动人 他们对这个世界 有很好的希望也好 还是愿景也好 我觉得刚刚又读了一遍 这个题 奇葩星球新技术 可以让全人类大脑 知识共享 你支不支持 感谢电视频 感谢电视频 感谢电视频